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见他的都躲避他 甚至十二节说到大卫是别人遗忘 如同使人无人纪念 此时大卫感到愁苦 身心不安舒 眼睛干瘪 力量耗尽衰败 骨头枯干 虽然如此 大卫的心没有埋怨 没有沮丧和害怕 大卫仍然是坚定的依靠神 向神呼求拯救 将自己的灵魂交在神的手中 知道神是他的救赎 是他的宝藏 相信神必听他恳求的声音 神必凭他的慈爱拯救他 因为大卫知道神是信实的 神未曾将他交在敌人的手里 神必救他脱离敌人暗色的网罗 必使他的脚站在宽阔之处 这是大卫对神坚固的信心 也是大卫与神亲密的关系 第六节说到 大卫恨恶一切信奉虚无的人 大卫丹丹依靠耶和华 大卫与世界有所分别 不沾染世俗 不与世界同流合污 这样的人虽被世界所排斥 被世界所攻击 但耶和华却是他的宝藏 是他的拯救 所以十四节说到 耶和华啊 我仍旧依靠你 我说你是我的神 十九节 敬畏你 投靠你的人 你为他们所积存的 在世人面前所施行的恩惠 是何等大能 二十四节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 你们都要壮胆 兼顾你们的心 是的如同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三节所说的 坚信依赖你的 你必保守他十分的平安 因为他依靠你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都能够像大卫一样 专心 依靠耶和华 无论在任何的情况 遭遇任何的事 我们都不要精华 因为主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把一切的重担 就都交通给主 相信神他必保守 神必拯救 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主啊 让我们与这世界有所分别 单单依靠你 知道你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高台 是我的磐石 让我专心 依靠仰望你的救恩 相信你必本救 你必拯救 帮助我们 凡事都能 靠主 征战得胜 过一个 得胜 讨主喜悦的生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